吃货一词出现在互联网上,指的是喜欢美食和对美食敏感的人。 美食家是指以食物为爱好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吃食物,还了解食物的起源和制作过程。 做美食家就是欣赏烹饪技术,包括家里面妈妈经常做的家常菜。 中国人对于美食自古以来就是比较讲究的。 那么喜欢美食的我们,在哪些城市可以找到更好的美食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Echo走遍美国。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人文风俗,世界奇闻趣事,生活小窍门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最适合吃货的城市有哪些? Best Vases网站决定通过研究美食家最喜欢和珍惜的东西来回答这个问题。 伯特·斯珀琳·Bergs Berlin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确保较小的城市能够继续躋身最佳美食城市之列。 其实在任何大城市都可以轻松找到美味佳肴,但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十个城市还提供适合美食家的设施, 例如小型啤酒厂和农贸市场。 美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食物进行自己制作的态度和对多样化烹饪传统的尊重。 斯珀琳的分析考虑了用为美食家的眼光来发现美国最好的美食城市。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而不仅仅是餐厅停级。 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伯特斯珀琳·Birds Berlin说, 通过衡量当地餐馆与连锁店数量的比例,我们可以突出显示居民支持当地餐饮的城市。 社区农场和市场的数量表明居民对新鲜健康食品的偏好。 我们分析了酒吧和商店的数量,但我们也承认葡萄酒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饮料, 因此,我们还纳入了全国3000家啤酒吧和小型啤酒厂。 通过考虑这些标准及其他因素, 它可以很好地了解美国哪些地区的当地人对于他们所吃、准备的食物, 以及与朋友和家人分享食物所带来的开心。 接下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 为了确定最适合美食家的城市, 斯珀琳的团队点首先分析了一些符合美食家兴趣的指标。 首先,他们研究了当地餐厅与连锁餐厅的比例。 当地的餐馆往往会展示一个城市最好的食物。 拥有大量独立餐厅的社区往往会提供更多种类的菜肴, 这对于喜欢冒险的美食家来说非常重要。 其次,斯珀琳查出了一个城市人均当地可到达的农贸市场的数量。 作为美食家的一部分就是与美食家和农民建立一个社区。 农贸市场是社交和品尝城市最新鲜美食的理想场所。 CSA就像当地的农场,支付一定金额后, 您会收到农场定期配送的新鲜农产品。 热爱烹饪并热爱烹饪的人会很高兴成为CSA会员。 作为另一项衡量标准,他们考察了全市超市Whole Foods的人均数量。 Whole Foods以其丰富的农产品区以及丰富的肉类、手工奶酪和海鲜选择而闻名。 此外,大多数Whole Foods商店都提供当地美食并强调应激产品。 当季的水果和蔬菜通常更美味。 重视当季农产品的商店绝对是美食家的首选。 除了Whole Foods之外, 他们还比较了Williams Sonoma和Serla Table等吹炬店的人均数量。 这些商店不仅出售最新的食品准备小工具, 还为顾客宣传烹饪课程。 由于美食社区也喜欢学习良好的烹饪技术和烹饪文化学, 这些商店可以丰富城市的美食人口。 虽然美食家的工具是必要的, 但美食家聚会的合适场所也同样重要。 研究团队还统计了精量啤酒厂、啤酒吧、 葡萄酒商店和酒吧的人均数量。 美食界拥有小型啤酒厂和与菜肴相得益彰的优质葡萄酒。 对于美食之城来说, 拥有多重精选的手工啤酒和葡萄酒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 以下就是最适合美食家的十个城市。 1.加利福尼亚州圣罗沙斜杠纳帕, Santa Rosa, Napa, California。 圣罗沙和纳帕古地区以其酿酒厂而闻名。 世界上一些最好的葡萄酒就产自该的区。 当然,食物必须与饮料相衬。 当地的手工奶酪店在圣罗沙蓬勃发展, 其他咖啡馆和小酒馆也是如此。 统计数据, 80.9%的餐厅位, 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330家葡萄酒商店和酒吧。 2.俄勒冈州波特兰, Portland, Oregon。 波特兰因其创新的美食场景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波特兰拥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从新密鲁餐听到著名的奇特甜甜圈店, 波特兰并不缺乏独特的美食。 波特兰这座绿色友好的城市还为食客提供最多的素食和纯素食选择。 统计数据, 79.6%的餐厅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46.6家啤酒厂, 每百万人中有44.7家CSA。 3.佛蒙特州柏林顿, Burlington,Vermont。 柏林顿的美食界优先考虑当地美食, 凭借大量的CSA和农贸市场, 美食家可以获得最新鲜的农产品和当地饲养的牲畜。 对地方主义的重视意味着柏林顿的居民可以将最新鲜的食物带回家。 统计数据, 84.5%的餐馆是当地的, 每百万人中有116.9个农场。 4.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Main。 尽管缅因州是新英格兰哈杂烩和优质海鲜的故乡, 但波特兰并没有将其美食归类。 这座城市遍布农贸市场和CSA, 出售当地饲养的羊肉、土豆和蜂蜜以及其他美味佳肴。 统计数据, 81.9%的餐馆是当地的, 每百万人中有37家啤酒厂, 每百万人有29.2个农贸市场。 5.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湾区是众多知名厨师和新进厨师的故乡, 同时也拥有众多资源可供美食家创作自己的杰作。 农贸市场和全食市场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很多乐趣。 对于旅游美食家来说, 这座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有步行美食之旅和各种民族美食。 统计数据, 88.6%的餐厅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77.6家葡萄酒商店。 6.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Rhode Island。 普罗维登斯与其美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亲切地给他的本土菜摇起了个昵称, 比如馅料, 即硬壳隔离, 普罗维登斯的大部分美食只能在室内找到。 烹饪艺术博物馆展示了普罗维登斯对独一无二的美食的热爱。 统计数据, 83.7%的餐厅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餐厅中有16.5个CSA。 7.马萨诸瑟州波士顿剑桥, Bost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波士顿拥有新鲜的海鲜和著名的烤豆, 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厨师和美食家。 于是让波士顿居民有机会将美味的高品质海鲜带回家。 一些评价最高的餐厅位于剑桥, 凸显了这座城市的创造力和多样化的烹饪口味。 统计数据, 84.4%的餐馆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29.6个农贸市场。 8.华盛顿州西雅图, Seattle, Washington。 西雅图是另一个海鲜、农贸市场、 葡萄酒商店和啤酒厂的中心。 西雅图以星巴克和派克鱼市场而闻名, 美食家们不能要求更多。 随着社区寻求更多独特的美食, 手工餐馆和民族美食正在兴起。 统计数据, 79.8%的餐馆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26.6家啤酒厂。 9.新墨西哥州圣达菲, Santa Efi, New Mexico。 圣达菲用有融合墨西哥传统的独特烹饪风格。 蓝色玉米饼和当地种植的农产品是圣达菲美食的主要原料。 美洲原住民和西班牙的影响也造就了圣达菲特色的当地美食。 统计数据,84.2%的餐厅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14.3家是全市超市。 10.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这座沿海城市拥有多重美食。 凭借来自海岸的新鲜海鲜和加州葡萄酒, 圣巴巴拉基身最佳美食城市之列是有道理的。 墨西哥菜肴与该市的当地农产品和鱼类相结合。 创造出美味而独特的美食, 反映了加州的历史。 统计数据,83.2%的餐厅是本地餐厅, 每百万人中有166.5家葡萄酒商店。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在美国适合美食家的10个城市。 希望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对这个排名给出您的反馈。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